利用马达抽水或是阻断水流来取水 过去马家乡三河村民为了灌溉农田 经常上演抢水大战 如今崭新的水闸门完工 不仅具有储水功能 更能透过管理将水资源做有效分配 但农田水利会提供的有限灌溉用水 实在难以满足400多公顷土地的需求 现在有这个闸门 但是如果没有水过去的话 这个咱们又有什么用 所以我是想说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三河村 也能够纳入到会员里面 居民到处问题症结所在 由于不具有农田水利会会员身份 无法正当使用水权 居民数十年来申请成为农田水利会会员 却因为需要二分之一的会员同意 门槛过高始终无法如愿 期望寻求立法委员的协助来解决 这个都是这个会员交的钱来做的 这个可能跟我们接收上的讯息 好像不太一样 事实上如果说这个会费是来自于 我们立法院里面编列预算的 那应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立委表示农田水利会员的会费 从民国八十年开始 是由国家编列预算来支应 国家预算又来自于全民的纳税 所以不应该将三河居民排除在灌溉区外 农委会农田水利处表示 将会委托屏东县农田水利会进行资料收集 提出将三河村纳入灌溉区的申请 立委高津树梅也表示 将会在立法院会期的预算审查中 做出主决议 既然农田水利会会费是由国家预算编列 农田水利会灌溉水准所经之处 将适同灌溉区 解决三河村民多年来无法成为会员的问题 原事新闻歌手 评论马加采访报道